今日之念和大家一起注射二次追击英国罢工的 残暴而英黄诗 众所周知英国在这个圣诞节认真知之了 介印圣诞罢工潮誓坦英国 而英媒独立报近形容试次罢工是 这个是三十年来最具破坏性的铁路工潮 然而人家为了新计而罢工总好过昔日香港黑暴 为了民主自由这些空泛到连小黄人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的概念而罢工 但对于英国罢工曾经追击过前一次英国罢工的残暴而英黄诗 香港老师也疑问又来追击多一次 哎呀 什么又是你呀 你不犯我都厌啊 不过他今次博出位到大批大批小黄人都进去留言 嘴咒兼恥笑他 那就当然要挖他出来咫咫他一轮 和看下一些花生留言 香港老师也疑问帖出一幅有一种感觉很熟悉的英国罢工日程 然后他在铁文中不停大闹英国罢工 是影响其他人的生计和正常生活的自私行为 他说 我身边英国朋友全部都很生气 你们有份工还要罢工真是好 那样会影响其他人的生计和正常生活 这些是自私的表现 Hashtag 英国政府要工作了 哇哇哇 说这些啊 针不刺到肉不知痛啊 昔日黑暴大三霸 连路都被黄黑拆卖 人都被黄黑私了卖 不见这个黄尸在网上说的这么有道理 这么警势的真言 不见他当日支持香港政府迷警方做事止暴制戀 哎呀 虽然这些就叫做双重标准 但如果当日他的脑是正常的 就不用搞到要移民做鹰版蓝丝 说他鹰版蓝丝不是小编说的 是骂他的小黄人说的 小黄人的精彩留言又怎样指这个呢 这些狗咬狗骨的狗血剧情 小编肯定要精选多几个给大家观战 小编的精选留言就看完了 不过话实话 做鹰版蓝丝呢 最好都只能够做二顶公民 但如果他当日走对路做香港蓝丝呢 不单不需要人来乡战 还可以背靠祖国 生活一定比二顶公民好 大家说是不是?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部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小小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